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 看看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这个辽瑞士银行那一期 YouTube网友田玉王问了一个问题 说杨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看您视频这么多年 我发现您有一个很厉害的优点 能一下看到事物的本质 并且看得很准 看得很明白透彻 这种能力太强了 请问您这种能力是天生的 后天培养的 小时候就这样吗 平常人怎么能有您这种一针见血 把事情看透的能力 避免被他人欺骗呢 谢谢 首先说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着呢 我有这个能力 我没有这个能力 其次呢 这种能力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培养的 小时候这样 我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有这样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一点 多读书 就少上大 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 尤其要读历史书 这就是我在那个两宋风云里边说的那个 读历史就是读人心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为什么呢 历史是写人的 所以这个几千年下来 从人进入文明到现在 其实人没有变 人性也没有变 那么人干的很多事也没有变 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讲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 比如过去我们教学的时候 强调那个学生做选择题 说这个选择题只要问你什么事的原因 你不知道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四个选项 哪个跟经济相关 你就去找那个选项 那个做对的可能性 就是95%以上 就是问原因就往经济上找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干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趋利避害 人本质都是 除了个别的宗教徒之外 人的本质都是对利益的追求 对利益的向往 所以任何事你想不明白 你想这个就全明白了 是吧 你就去往经济上想 往钱上去想 所以你想你怕上当 你怎么能怕上当 就是你没有贪便宜 你没有这个 没有动这个的念头 你就少上当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多看书 没有什么别的这个窍门 是吧 好 YouTube网友叫这个 张明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 袁老师讲讲 维满洲国时期东北人民的生活水平怎么样呗 当时新京号称亚洲第一在日本占领下的长春本地人生活水平跟日本人有很大的区别吗 那维满洲时期啊 这个长春人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分水岭 就是1942年 1942年呢 确实啊 这个之前生活水平不错啊 当时当司机 一个月呢 挣四五十块 维满洲国的国币 那当个最低级别的警察呢 一百多 那个时候三块钱就能在酒楼办一桌十个人的酒席 那这个工资水平呢 就十分可以了 但那到这个1942年以后呢 日本跟美国一开战 形势急转之下 日本物资吃紧 维满洲国主要负责给他输血 这么一来呢 这个维满洲国的生活水平就越来越差 最后呢 就得实行配给制了 好 在上次这个翻牌的时候呢 YouTube网友许岳华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师我印象当中好像古代有私藏铠甲的限制 但弓箭是可以私藏的 只是弩不可以私藏 不知道我记得是否准确 如果我记性不差的话 是不准确的 是不准确的 因为这个就是 只有刀剑棍棒 这些防身兵器是可以这个私藏 我记得连枪朔都不可以 更逢说这个铠甲和弓箭 好像我没有听说过这个 只有弩不能私藏 弓箭肯定也是不准私藏 但是你比如说像一般的武将 你家里有弓箭这个很正常 因为你平时要练习 你要习射 尤其你像元清这种少数民族王朝 那些武将包括皇子 家里有弓箭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你说你有大量的弓箭 你家里有十张弓以上 有大量的箭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就跟你现在看 比如有的贪官污吏 你从家里超出多少钱 这都是次要的 你有枪 而且有大量的子弹 这就麻烦了 这就意味着你这个是 是谋反级别的了 就不行了 所以我记得是弓箭也不能藏 当然这个藏的标准是什么 这道理还是这样 藏的标准是什么 就你不能太多 明白了 你说你有个一张两张弓 你这个平时袭射打猎 家里那个猎户 他肯定是得有弓箭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多 就是说你怎么着看 叫藏 是不是有一张弓叫藏 还是我十张弓以上叫藏 反正我就是这个印象当中 就是少可以 就是你打猎的什么的需要 你锻炼的这个 这个这个练武的需要是可以的 多了是绝对不行 就跟今天说那个管制刀具 那什么样的算管制刀具 那个切菜刀算管制刀具 那这么长的那个古董刀剑 反而不算管制刀具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古董嘛 你家里比如说 你有一百把一战二战的时候 那个国外的那种码刀什么的 没关系 你可以开个博物馆 那东西有都杀过人 见过鞋 你开博物馆没问题 但是你说你家里有一百把菜刀 你觉得现实吗 那不可能的 那这就这么个道理 是吧 好 然后呢 这个循迹讲堂 APP网友藤真12年 哎呦多写多写呢 说元老人好 您之前一再强调过 明治维新前期 日本阶层等级划分 类似于我国西州 也就是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各大名以下的武士 只会对领主效忠 而不鸟将军 那么问题来了 齐本一级武士 可以出任高级官僚 他们是否拥有附庸武士 这些武士 除了听他们的 还需要向齐本武士 所属的领主效忠吗 齐本武士是没有附庸武士的 有附庸武士就是大名 齐本武士是没有附庸武士 因为齐本武士 他的俸禄 从150弹 到这个几千弹都有 他是你不同的 这个层次的 这个武士 你要承担一定的军议 但是你本身的级别 就是武士 你底下是没有武士的 就是诸侯底下有这个大夫 然后有清 大夫底有清 清底有士 就道理一样 大明底下才有武士 武士底下没有武士 所有的武士都是效忠于大明的 大明是效忠于将军的 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个你如果说是下级武士 要去见将军 就是齐本武士 他有级别 玉木剑以上和玉木剑以下 能直接见将军的 叫一玉木剑以上 尤其我的担任朝廷官职的 叫不一之上 没有担任朝廷官职 那就叫不一 就不同的级别 他的这个待遇是不一样的 你俸禄不同 你养的家臣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得 有的人专门得养一个 专门给他拿草鞋的 你就知道这种人有什么 你就得养这个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 为了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 因此我觉得这个武士 像这齐本武士 家里的人顶多能算他的什么 家臣或者就是家人 但是他们就好多人 是不具备武士身份的 是这个意思 好 在聊几内亚那一期 寻想他APP网友 gortse问了一个问题 说请问袁老师 非洲那一条一条直线的国境线 是怎么划定的 那西方殖民者划定的 你想那个非洲的大草原上 它也没有什么天然屏障 没有山川 没有河流 你像咱们中国的省界 好多都是以山河形变划线 是吧 太行山分了河北和这个山西 黄河分了山西和陕西 他都这么来划 那非洲你的大草原上 你咋划 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是吧 所以这殖民者在 你控着了这 我控着那 咱俩的边界怎么划 就是沿京县尾县 咔咔一划就完了 因为原来那地方都没有人嘛 没有人烟 没有人类文明的活动 他也没有什么城市 什么都没有 就只能这么划就跟美国好多州的这个 这个州界也是直的 道理是一样 就人为化的 按经纬度 那么划的 所以他的国境县就板直 板直的 是吧 这就这么个意思 是吧 那独立之后 那非洲独立之后 那这个原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了国家 那这线就甭变了吧 还是这么化了 要变变就干仗吧 那道理就很简单 所以非洲为什么国与国之间打仗那么多 也是这个道理 好 在这个聊盐铁专营的时候 youtube网友 一提欧跟臣问了一个问题 说 袁老师您好 古代军队怎么安置 在战斗中 伤残的士兵 这个事呢 东西方啊 不太一样 那西方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呢 就是战争中受伤的士兵 由国家负责生活养老 一家子呢 都会获得这个极高的荣誉 很多人的子孙呢 直接就从政了 中国古代呢 一般是不管的 稍微有点例外的呢 是这个宋朝 咸平五年 真宗皇帝在位 宣布对环庆禄 冬季讨伐这个帆布受伤的士兵 赐敏 赐这个敏钱要酒 奉禄待遇仍然无故 仁宗庆立元年八月招令 所有受伤的军人 政府终身给其平时衣粮的一半 并一次性给三十千钱的补贴 宋朝还规定呢 战场上受伤 之后五十天内死亡的 仍按阵亡推晕 这算是中国历史上呢 对这个伤残士兵比较好的时候 但是呢 也就国力尚可的时候 一旦国力衰退 就顾不上这些了 好 再聊这个四大名著那一期里呢 巡迹讲他APP网友皮皮鲁 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老您好 最近在听您苏联在二战前干了什么专辑 有个问题想咨询您去 那么多高级将领被杀 难道没有起义的吗 那我可以反问你一个问题 岳飞为什么不起 岳飞等于是这个 这个疏密副使 相当于今天的这个 副总参谋长 他的部队岳家军 站到这个宋朝军队总数了五分之一 他为什么乖乖 这个束手 为什么不起 是吧 那你像当年的这个 这个什么 宋太祖杯酒士兵权 这帮武将为什么不叛乱 是吧 你把我兵权夺了 给我点钱 让我回家买房子买地 我就干嘛 我为什么不叛乱 那你想他这些个 这个将领 他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就是忠于国家 忠于斯大林的这种观念 已经深入人心 就跟岳飞一样 而且他被杀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 这个五个元帅都不是同时被杀了 先是这个图阿切夫斯基 然后是这个布柳赫尔 叶格罗夫 他不是同时被杀的 叶格罗夫倒反抗了一下 开枪打死了两个 来抓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这个特工 然后再举枪自杀 这是他仅有的反抗 其他都束手就擒 上刑场还看斯大林万岁 这是这个第一个原因 他洗脑教育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 你造反兵跟着你 是吧 你你想岳飞那会儿 部队被称为岳家军 都没有造反 到这个时代 这些军队是什么军 苏联红军 你反对苏联 你反对领袖 反对国家 你觉得这个兵会跟着干吗 这道理太简单了 好吧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今儿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呢 在询讯讲堂APP公众号 或者YouTube上 收看《寻记慢聊》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